我看到有一个说牙腾话的 他说这个共产党养这么多人也不容易啊 你以为中国人好管理吗 只有共产党人才能管理中国人 也许是上辈子赵德利 这辈子该要有人管 其实很多人都抱有这个想法 尤其是已经不在中国生活的人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评判他们 说一掐脖的就翻白眼 一松手就自发烂叫 是吧 重新开始威胁整个国际社会 你认为讲的是共产党吗 实际上都差不多 西方的政治家一直想分清楚 谁是共产党谁不是 这个工作很难分 因为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是从俄罗斯空降过来的 都是本土 层层选拔向这个政府 向这个独裁表忠心 才获得加入这个分润团伙的 其实就是这么个东西嘛 山上原来有一帮强盗 他们下了山以后 占领了中原 他们把整个中国当成 他们的大礼包 不断的攫取名指名高 机构越来越臃肿 最后庞大到 不够分了 开始搞路线斗争 之前搞过十次 今儿又开始了 那么 这些亚藤话里面 有一些是不对的 谁养活谁 这个得搞清楚 撒基尔夫人有一个表态 政府是不挣钱的 那么政府是干什么的呢 政府是花钱的 没有所谓的公款 都是名指名高 都是咱交的税 那谁养活谁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对吧 是中国人交的税 养活了中国共产党 因为党库就通责国库 中国共产党的 这些领袖们 他们是拿着国库里的钱 去分给他们的麻债 他们才能聚集这么多人 为他们服务 中国共产党不是靠 七个常委 九个常委来治国的 它下面还有几千个 人大代表这些委员 这些人 才是他们 所谓的智朗 幕僚 然后通过各个省市 一直到县乡村 一赶着到底 甚至到村民小村 他们整个管理的 这个团队非常庞大 庞大到不得不 依附这个政权 才能养活他们 所以都在 明纸明膏上 扎一管的 定一管的血 你的级别高了 你可以分的多一点 级别低的呢 可能就分不到多少 是不是你就心悔一冷了 其实不是啊 任何一个小官僚 都在想着往上爬 对吧 甚至有些人还制造事端 把自己的领导 搞个理由干掉 然后抢他的位置 有没有什么 好不好管的 是吧 没有 你看到的反抗 为什么能成为新闻 是因为反抗的人太少 想加入这个团队 去分润的人太多 所以你看到了 一个一个憋着不说话 憋着坏心眼 把别人整掉 自己抢占一个 可以分润到 更多利益的位置 整个共产党统治中国的这几十年 其实就是这么一段历史 不断的有人试图改写他 改写他干什么 让自己占领更好的位置 分得更多一点 其实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哪有那么光鲜的东西 他平常跟你吹牛逼 你不能真信 至于中国人 为什么这么好管 这个问题好像 大家谈了几十年了 你再往前谈两千年 也是这样的 中国人真的不好管的 是在秦义前 春秋战国打了五百五十年 最后发现 仁义不管事 是吧 所谓的春秋无义战 打到最后 什么人获得政权了呢 经过商鞅变法的 利用法家 利用严苛的法规 作为制度 来奖励 农业 和军人的秦国 获得了政权 到了汉以后 叫如法并用 你是一个比较天真的人 咱跟你谈道德 那你是一个 比较狡诈的小人 怎么办呢 用法律来制约你 那至于天家 是吧 戴天慕名 哪有什么法师 针对他的呀 到他这儿 就成玩笑了 是不是 今天共产党 统治中国也是这样啊 听起来 他拿了一个 马克思年龄主义 作为一个话题 拉起虎膝来 让你去膜拜 实际上他搞的 还是家天下这一套啊 无非是吧 皇帝变成了党 党的元首 跟皇帝是一样的呀 那么你想在 这个政权中 获得地位 获得利益 你就必须紧紧的 贴着他 你要成为他自己人 那自然最好了 成为不了的话 也得哄着他说 由着他 来做事 你甚至会 昧得良心 跟着他一阵 去做事 这还要管吗 你是全自动贴上去的呀 你可以看不惯 是吧 你可以走 但是现在可能越来越不容易走了 你走了 就被称为天朝器皿 他走了 没问题 他随时可以回来 那邓小平的孙子生在美国 大家都知道 生在美国的 无原则的 可以拿 美国公民 是吧 连川普还在那叫唤呢 这个父亲不是美国人 母亲不是美国人 在那儿出生 就是美国人 但是直到今天 他还是这样 异国的总统都改变不了的法令 瘦着呗 那这些美国人 他又回到中国了 他在中国还能当官呢 在摆设 在他爷爷起家的地方 搞兵变的地方 他还能担任团委书记 市委副书记呢 那更多的外国人 怀揣着自己的护照 别说双重国际了 有的人被抓的时候 据说有九本护照 比如说 郭伯雄的儿子 浙江的一个少将 那么 这些人回到中国 不又开始管理中国人了吗 或者说 妥妥的 像王岐山这样的人 老婆是美国公民 他自己在中国当副主席 一家人都两智 你看得惯 看不惯 就这么回事 习胖这个家庭 除了习胖以外 就没有一个中国籍 你也不只能瘦的 不是说 中国人在管中国人 现在是一帮 外国人的亲属 外国公民的爹妈 在管理着中国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吧 中国有多少领导 把自己的老婆孩子 放在西方国家 你听说过 中国有哪一个领导干部 把自己的老婆孩子 送到俄罗斯 送到伊朗 送到朝鲜 有吗 为什么 他们这么腐败 这么独裁 这么黑暗 你还缺心眼的跟着他 是因为 你想把他 踢下来 你去替代他 真的想把这个制度推倒 重建 一个民主的中国 有多少呢 正是因为这种人少 所以中国 才会走到今天 然后等他完不转了 你也会跳出来 跟着大家 跟着大家一阵起哄 老实 起哄 加秧的你会呀 然后你再反隔一击 说 我把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 默默地藏在心底 我是打入敌人内部的 我们今后 看到很多中国人都会这样表态 因为今天这样说不安全 所以大家都把它憋在心里 有很多人说 我是被蒙蔽的 你是被什么蒙蔽了 被社会上这些丑恶的现象 还是你内心的欲望 有人愿意 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吗 即便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